大家好,我是旺提,我就是旺好,不要和大家見面 最近旺去完台灣,為什麼去台灣呢? 因為父母年紀大了,帶他去台灣玩一玩,生活 開心一下,出血一下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再陪我們自己的父母 所以旺建議如果有時間,不如陪父母去旅行 走一走,走一走 因為錯過了這些時光,基本上很難會找到 今天我們的重點是什麼呢? 去台灣,阿黃見到有很多黑衣 黑衣都非常多 跟以前的經濟其實完全不同了 回到澳門之後,阿黃又去搭骨 搭完骨,給手信朋友之前,經過一邊路邊 見到一個父子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阿黃就很好奇了 為何會佔一個子皮坐在那裡呢? 阿黃呢,通常都很八卦的 坐在旁邊聽 突然間有個,有三個大陸人經過 那個姐姐就問他 喂,你是在睡在這邊嗎? 他說,對呀,我睡在這邊 有時候有燈子都沒有養子 睡在這邊也不會被人家感 然後那個姐姐見到他帶著那個小孩 其實他很心痛 邀請他家吃飯 去我們那裡睡 但是那個人拒絕了 這樣令到阿黃心中很好奇 我就問我朋友,喂,你手上有沒有一千元人民幣現金? 他跟我說,我不帶錢出街 然後我說,我想了什麼方法呢? 因為我身上找不到一張大陸銀行卡 然後我就在他旁邊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見到小孩這樣,其實有些心痛和心酸 我走過去問他 喂,你今天晚上睡這邊嗎? 他跟我說,對啊,我今天晚上睡這裡 然後我問他,不如這樣 我給你,這邊租一個單件要多少錢? 他跟我說五百塊,配水配電就可以了 然後我跟他說,不如我給你錢,你要去租嗎? 我看到小孩,他跟我說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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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我肩膀有負擔 為什麼會不會這樣說呢? 因為原來他是曾經犯過案底的人 他犯過故意殺人罪和暴力傾向 所以他有案底在那裡 當他坐完牢出來之後 他被勞改了之後 他整個人放鬆了 但是政府不容許他 為什麼不容許他? 他去見過保安 因為他有案底不通過 他去見過五百同城 什麼美團 因為他有案底 都是別人出不了糧給他 我問他,你每天怎樣生存呢? 他答我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見到有些人搬東西下來 我就會走上去 你要不要請一個零工 你還給我三五十塊就可以了 他就是這樣生存 他不想欠別人 就算老家他都不回去 他是陝西的 因為他媽媽已經是高血難了 他那裡是一個山區地方 如果他再找不到工作做 不做事 根本就生存不到 回到他生存不到 但是在這裏 起碼每個月都救他生活 救他零用 我見到小朋友其實是非常之心痛 因為他小朋友一直在他身邊走離走去 全身很適合 沒有地方睡 睡在紙皮 相對我們來說 我們三餐溫飽 有得吃有得住有得睡 我們基本上 我們只要打工的 至少賺到一筆錢 但他們不行 他們有案底 是沒有人敢再請他們去做事 因為大陸系統就是這樣 他們只要通過不到那個系統 他們就沒有辦法生存 那我想問他們怎樣養自己的子女 就算用他的勞力也賺不到錢 那這些是不是大陸系統的失誤呢 今時今日 如果在這樣做的情況下 會不會餓死了一個小朋友呢 他一直都不肯接受我給他的金錢 一直拒絕我 我有些朋友說 他騙人的 你不要相信他 有大陸很多人 但我見到他沒有問我拿任何錢 是我觀察而得到 他還跟我說他叫什麼名字 他跟我說他自己犯過事 他現在就是不想肩膊這麼大負擔 可能 很多人會覺得大陸很多人騙人 但是 他沒有騙過我 而是我自願去幫他 但是當我幫他的時候 他不接受我恩惠的時候 這一刻這個痛苦其實是很難受的 相對來說可能一千多元 真的買過吃飯 去住個酒店 去過旅行 去買些東西已經沒有了 但是對他們來說是非常珍貴和罕有 我不知道 應該怎麼幫他 當然他有案例 但是在大陸來說都很難找工作 所以 我想大家知道有時候 我們出生在這個社會 真的有事做 已經是非常幸福 對 尤其是 一個男人 其實帶著一個小朋友 真的很難找工作 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珍惜你的父母 珍惜你的家人 珍惜你所擁有的幸福和一切 因為這些事情不是必然的 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被你慘的人 今天阿旺的視頻到這裡 我之後會繼續更新我的樓盤 更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他們由於私人問題 我就不認他們了 但是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幫他們 或者給他們一些食物 當然他們未必肯接受的 如果放下食物來說 我覺得放下酒的 他們不能不要的 因為食物都放在這裡 你可以幫他們在蓮花路 走到 那間銀行下面 你會見到他們 一個很邋遢的小朋友 一個成年的人 今天阿旺的視頻到這裡 各位 拜拜